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很密切 我相信都沒有人想著中國會大問題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在2020年中國的經濟你怎樣看 中國的經濟在2020年即是庚子年 應該我對上一集我都分析過 如果你說中國來講 按八字來看 新約的八字 他任財其實就不太利 而且他明年的財 他的財升就不太黃 所以如果你說看整體經濟 其實都可以配合 我聽說外面的經濟分析師來講 現在又說補五、補六 甚至不會說四 不是吧?補五都來嗎? 對啊五點多 這樣對於今年來說 應該是跌 我几年前听说是补8的 这个是正常的 一个国家始终经济不会像一枝火箭指标 如果这样你对很大其他有环境的冲击 某些东西跑得快 有些东西未必能跟得到 可能某些行业有脱漏 你公平性也要去看 所以正常来说 发展得上下 慢慢的转移 都会慢慢向一个平 有些转角位